哈喽大家好我是笨笨 2015年一家手机开始尝试一年两更 但是初次失水一家X后发现 市场反应并不热烈 于是刘作虎决定换一个套路 那就是推出一个加强版 于是一家手机变有了后来代替的版本 T是什么意思呢 官方的说法是友商都喜欢用S 也就是Speed 但是一家不想随大流 所以要在S的基础上加一 于是变有了这个代替的版本 这个解释虽然说了过去 但多少给了一种牵强的感觉 我个人倒是更愿意把T理解成涡轮增压 因为每一代代替的一家手机 都给了我们一种更强更极致的感觉 一家5T上层后 第一感觉两个字轻和薄 6英寸的屏幕 能把重量和三维控制的如此之好 看得出来确实在结构堆叠上下了不少功夫 当你习惯了小米MIX2或者HTC U11 Plus后 一家5T能够在手感上给你带来非常不错的提升 ID保持着和一家5一样的风格 只是会显得更长一些 初次上手 视觉上可能会觉得比例有点不协调 边框的人线依然还在 这条能线的好处是增加了和R11的差异性 坏处是 手感上因为这条能线的存在会稍微显得有点顶手 机身背面依旧是全金属 为了给用户带来更顺滑的触感 这次一家5T的背面也镀了一层AF膜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输油层 这也使得一家5T的背面摸起来不仅更顺滑 抗指纹效果也更好 作为国产手机里 最早采用Type-C接口的厂商 在去耳机孔这件事情上 一家却显得非常保守 刘作虎的解释是不跟风 确实啊 我个人也认为 安卓手机盲目去耳机孔并非值得提倡 一方面是因为3.5毫米的耳机接口 大环境依然没有改变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苹果去耳机孔 会有AirPods来作为弥补方案 但是安卓手机没有啊 蓝牙耳机的配对以及连接体验 依然不友好 所以我个人认为 国内一大票去耳机孔的厂商 多少都有跟风苹果的意味 而非对耳机孔这件事情 想得足够透彻而做的决定 不过为了实现全面平衡 一家的不将就也最终败给了现实 指纹识别来到了背面 位置稍微有些靠上 对于手掌不大流活 这可能不是一个顺手的位置 不过作为遗憾的弥补 一家5T也顺应潮流 加入了面部识别 因为不像iPhone X那样 需要深度信息 所以录录的方式 你也无需摇摆 把脸部轮廓对准即可 和iPhone X一样 一家5T也需要注视才能解锁 所以你不用担心 自己睡着后被解锁 解锁的速度也非常快 比起iPhone X要快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 从我睁开眼镜到锁屏界面的消失 只有细微的延迟 当然因为原理以及特征点数量上的不同 所以在安全性以及夜间解锁的时候 一家5T就不如苹果了 屏幕采用了一块6.01英寸的AMOLED 分辨率2160×1080 这块屏幕因为只是在1加5的基础上进行了拉长 所以PPI并没有变 为401 但是因为你懂得的原因 这块屏幕的细腻度比较一般 眼尖的同学可以一眼看到颗粒感 屏幕的颜色相比上代产品还是有进步的 尤其是色准方面 虽然和iPhone X或者S8这类顶级A屏 还有一定的距离 但比起V30的抹布屏 还是要好很多的 应该算是第二梯队的OLED屏了 为了让整机的线条更统一 1加5T的屏幕视角也进行了圆角的切割 不过为了最大程度上不带来兼容性的问题 这个圆角相当小 和S8或者iPhone X这类大圆角的屏幕比起来 1加5T的感觉只是意识了一下 当然带来的好处就是 1加完全不必为这个小圆角 在系统上做兼容性的调整 系统方面的提升可以说的点并不多 1加的系统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走的是轻路线 所以系统功能较为精简 带来的好处就是 系统流畅度高 响应迅速 坏处就是 那些习惯了MIUI的同学 可能会觉得功能不够用 在硬件配置方面 因为高通今年并没有按往年惯例 推出上半年旗舰SoC 骁龙835的升级版 骁龙836 所以1加5T处理器搭载的依旧是和1加5一样的骁龙835 作为今年比较常见的旗舰SoC 它的性能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 跑步方面就不过度赘述 至于日常游戏体验 这里可以先给出结论 就是非常好 王者荣耀已经支持高增率模式 游戏中打团比较复杂的场景 也可以轻松把增率维持在50以上 这个表现应该算得上是安卓阵营里的标兵了 崩坏3也是如此 开启超轻化之后 把玩半小时也依旧非常流畅 这都得得益于强劲的处理器和不算高的分辨率 我们对于1加5T的评语 依旧是目前市面上能买到的性能最强悍的安卓机之一 续航方面 1加5T升级不升量 依旧内置了3300毫安容量的电池 经过我们一小时续航测试 耗减电量为14% 这个成绩虽然比1加5有轻微的退步 但在我们的数据库中还算得上不错 中度使用差不多可以两天一充 充电头标配的是5V4A规格的20W带续闪充 这次我们用仪表测试了一下 手机空电0%开始充电 红线代表充电时的功率 可以看到1加5T闪充的峰值功率在16W左右 充电半小时电量为57% 这个时候功率依旧可以维持在15W 一小时后电量达到91% 大电流快充也不会让机身明显发热 代谢散充的优势在这里就体现出来了 而整机充满电耗时为1小时35分钟 主要是最后的捐流充电耗时比较长 导致总充电耗时对比其他QC3.0快充的手机 优势并不明显 摄像头的配置和1加5比起来有相同也有不同 相同的地方是主色CMOS 依旧是索尼IMX398 单位像素面积1.12微米 拥有F1.7的光圈 不同的地方是附设的CMOS 从长焦IMX350换成了广角IMX376K 像是数量和单位像素面积保持不变 但是光圈提升到了F1.7 带来的好处就是在一些灯光尚可的环境下 附设的CMOS也能介入 从而在暗光下拍摄出更好的照片 1加5T的拍摄体验非常好 得益于大内存 相机应用常驻 所以启动相机非常快 成像速度也是如此 不管是对比iPhone X还是Note 8 1加5T的成像速度都有着明显的优势 成像质量 这次我们PK的对象有两个 向上对比Note 8 向下对比小米6 这种样张中我们可以看到 1加5T色彩偏暖 有别于小米6和Note 8偏冷的色温 所以使得柚子更像是熟透了 左下角的柚肉也显得更可口 如果单从写实的角度来评判的话 Note 8和小米6应该说是还原的更好 但如果从审美的角度来评判的话 我个人会更喜欢1加5T的风格 偏冷还是偏暖 在算法上并非是恒定的 不同的手机会随着不同的拍摄环境 输出不同的色彩风格 1加5T在某些环境下 也会出现偏冷的情况 比如这种样张 我们可以很轻易地从地砖的颜色上判断出Note 8偏暖 而1加5T和小米6则偏冷 偏冷就意味着偏蓝 红加蓝等于纸 于是1加5T和小米6花朵的红色显得会稍微有些泛纸 因为小米6和Note 8像是数量都是1200万 所以比细节的时候1加5T1600万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100%放大后样张会更大 细节也会更好 大光圈除了能够带来更多的进光量 另外一个优势就是背景虚化 1加5T和Note 8更大的光圈对比小米6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可以把彩色的霓虹灯虚化得更柔和更漂亮 长焦模式下1加5T的样张在细节方面确实不如小米6和Note 8 不管你是否开启HQ模式都是如此 有此可见用广角镜头代替长焦镜头的想法并不是很可行啊 接着是夜景 落光环境下1加5T成像依赖的是2000万像素的附设 采用的是四像素合一的算法 把四颗像素合成一颗像素来提升进光量 接着再插值转换成2000万像素的尺寸 样张表现比小米6确实要好一些 无论亮度还是细节都是如此 但是距离Note 8还是有明显的差距 说到美颜自拍 作为一个男生说实话 我个人对于手机的美颜功能非常嗤之以鼻 绝大部分算法都是为女生设计 导致很容易把男生拍得很洋胖 所以美颜功能不管是什么手机啊 我基本都不用 因为很不喜欢那种小白脸的效果 但是今天的1加5T改变了我对这个功能以前的认知 虽然发布会上请的那位大使我当时没太在意 也只是觉得他是厂商们为了给自己的产品提升逼格而雇来的人 对于美颜算法上的帮助并不大 不过使用了1加5T自拍后 我才发现啊 在成像风格上 1加5T确实有它的不同之处 虽然也会给你磨皮 但是程度上较为浅 你依然可以看到皮肤上的纹理 肤色也不会像其他美颜 动不动就给你来个大真白 而是在保证真实性的情况下 尽可能地显得干净 总而言之 这应该是迄今为止 我用过的最好的男生美颜相机 最后回答一个 在1加手机评测下面最经常被提及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那么多YouTube博主对于1加手机评价那么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篇文章啊 标题是降级论 没看过的同学强烈推荐大家看一遍 其实1加在国外的火啊 也可以用这篇文章的论点来解释 最近几年中国的手机市场发展非常迅猛 导致我国成为了世界上手机品牌最多 竞争最为激烈的国家 在这样一个水深火热的市场环境下 你如果不是小米魅族这样的特长生 是很难活得下去的 哪怕你是联想的儿子JOK 经历的女儿I knew你 没有硬本事该倒的还是得倒 1加起初在这个市场其实混得也很不好 和小米比拼性价比 磕磕头破血流后 也没做出多大的成绩 但是后来1加做了一个很聪明的决定啊 就是跑到海外市场 在国内每天和金冰汉将干仗的1加 基本功肯定是到位的 再加上便宜的价格 到了国外那简直是如鱼得水啊 大家想想 在美国市场1加5T的竞品是谁 苹果iPhone8 三星S8 LG V30 不好意思 不是一个价位的 三星C7 LG Q6 不好意思 配置不是一个级别的 所以如果你在美国市场 想买一款拥有最强处理器 价格相对便宜 手机除了1加 你还能选谁 并且作为1加手机的软肋啊 系统方面 在国内虽然是一个缺点 但是在国外可不是啊 国外用户的本地化 其实就是谷歌服务 1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 让系统版本号 尽可能地跟上谷歌的节奏 就行了 说到这里有人会问啊 国外市场那么好混 那为什么小米和魅族不跟进呢 其实不是小米魅族不想杀进去啊 而是被太多东西制约了 比如专利 公关 以及运营商政策等等 一加能够克服这些困难 是因为 游泽火在做欧口蓝光机的时候 积累了一定海外市场的经验 以及人脉 这也是为什么小米开始布局海外市场的时候 也需要一个像雨果巴拉这样的代言了 好了 这期评测视频到此结束 想了解更多关于轻电的内容 可以访问QELEC.CN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